大家好 欢迎收看谈兵读物 我是Uncle Mark 马克书 大家好 我是老谭 大陆央视从10月11号开始那一年三天 报道了迅雷2020的行动在两岸 都引起非常大的话题 当中最震撼的地方莫过于是 失踪一年多的屏东县 访辽乡的顾问李孟居 他在镜头前面自摆 大陆官方其实也很明白地说了 破获的白起间谍案 主要就是针对台独以及港独人士而来 这边想要请教老谭说 我们撇开央视节目的内容 间谍它并不是现代才有的一个角色 本来就属于是军事的一部分 那么情报的工作 真真假假假假假假真真 在两岸的近代 有没有一些比较有名的间谍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间谍的运作向来都是极机密 这里面的水太深了 我们不会游泳的局外人 还不如先了解一下 过去间谍到底有多么的强大 等到回头看新闻的时候 就会有一个对照组 比较不会随便地被牵着鼻子走 所以今天我们就先来说一个故事 也就是看战时期最有名的女间谍 川岛番子 而且是她与那个时候 一位才19岁的大男孩的一个特殊的接触 我们知道很多人 这个007前报电影看多了 都会觉得说间谍非常的厉害 能够实力逃生 化险为宇 这个川岛番子过去给人的印象 大概也就是跟007一样 在满洲国所谓的建国情绪 她也曾把那个末代皇后婉容 秘密地把她给运出了天津 尽管那个时候她风冠一时 可是在看战胜利 没有多久她就被捕了 而且是被处死刑 结果枪毙之后 还引发了这个媒体记者的 看议之乱 使得非常多的人 都不相信报纸所刊登出来的 这个照片 这个女士照片是穿到 反而都相信说ZG的女士 是用金条换来的替死鬼 甚至于到了2008年 还有中日的团队专门在做研究 也就是想要搞清楚 川岛到底有没有死 那个时候 所以说间谍能够当到这个程度 应该才是真正的间谍 讲到川岛番子 我们先来看一下 她的过去简单的历史 就是她的日本名字 这个就是川岛番子 她的汉名是金碧辉 满洲香白旗人 八大世袭青丸之一 所以她是非常显赫的满清皇族 有那个协同在 对 她是满清第十代 合作肃青丸 其善的第十四个女儿 所以她的架势 真的是没话说 因为从小就被日本人收养 学会了旗术 枪话也好 担任过满洲国的安国军司令 川岛番子 她的作风相当的高调 喜欢在她的肩头 砍一只猴子 招摇过世 所以这个几乎没有人不认识她 在那个1931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还传出来说 她想要拍一部 这个叫做热战争的电影 这部这种历史大戏 那女主角就是她自己 那还要动员七千个人 来这个当领演 来陪她演戏 所以那个时候在华北地区 金司令这三个字 几乎是家喻富小 二战结束之后呢 也就是在1947年的10月22日 在北平呢 就也这个汉奸罪 然后被判处此刑 那老坛曾经访问过一位 这个老兵叫李贝贝 他曾经压解过这个川岛番子 而且有过特殊的这个接触 这位老兵呢 他是在抗战期间 曾经服务于那个 第六战区的司令部 特务营 专门负责保护那个时候 出身西北军的 孙年仲将军的安全 后来抗战胜利 孙年仲就被派到北平去 他也跟着去 所以还参加过这个 故宫的这个寿向典礼 他说他们到了北平 也被奉派押解战犯 所以那个时候 他们是搭火车去保定 去押人 人数总共是四个中将 六个少将 加上川岛总共是十一个人 围解都很高 对 那其中这十个将军 都已经被拔截了 他们是去杜军府这个地方 他说那一天 川岛番子是用围巾来包着头 而且是穿连身裙 在押解之前 长官还做这个 仿佛的勤权教育 告诉大家说 这个川岛 他最厉害的就是卫装 而且会穿那种特殊的衣服 可以同时显现出不同的颜色 所以讲的大家都非常的紧张 我怎么觉得这位长官的勤权教育 电影看太多 我今天把川岛捧得太高了 还是这个长官其实就是川岛伴的 跟汤姆克鲁斯一样 他把面具撕下来 结果下面就是川岛方式 最有趣的地方 其实也在这个地方 大家都说川岛很会脱逃 可是去压人的时候 他说他看到了这些被拔街的将军们 都已经坐在那个地方 然后都散了手铐还有脚铐 可是只有川岛散手铐 显然这个对川岛是有一些礼遇的 最会逃 然后觉得他只散手铐 他们在保定搭了这个三等车厢 这个北上要到北平 那好像到了一个叫奉德的这个地方 所有人都下车 在那边要等开完北平的这个快车 在等火车的时候 川岛就用普通话说 他想要方便 也就是上厕所 李伯伯那个时候 他只是一个上等兵 因为站在最旁边 就直接的想要帮川岛 把这个手铐给解下来 不要长官见到了以后就说 你这样子会让川岛逃走 那大家就糟糕了 所以就立刻对那个李伯伯说 你最年轻 你去帮他脱掉裙子还有裤子 那李伯伯 这个是他自己讲的 对 他应该不会 我前后问了三次 都一样 对 都一样 李伯伯他就说 他那个时候只有19岁 什么也都不懂 就带川岛进入了洗手间 先把门关上 然后翻翻站站的 抖抖的就把这个川岛 这个裙子 还有这个裤子 这个都脱了 那老伯伯讲这段话的时候 还笑着说 真的是很难脱 然后他就很害羞的 这个转身出来了 那等到这个川岛 解锁完毕以后呢 他再进去把这个 慢慢把这个川岛的裙子 裤子 裤子 通通都在川上 还好人都还在 没有这个尿顿 那四个七十多年以后 这个李伯伯 这个都还记得很清楚的一些细节 那他还说 在印象中 川岛虽然是 虽然是这个留着这个男性的这个发型 其实本人还算是蛮漂亮的 而且皮肤极好 他是说皮肤极好 真的是非常的白皙 这是扩成李伯伯的原话 是 那李伯伯他还说 在部队中呢 大家都叫他小鬼 所以川岛也跟着叫他小鬼 在劳伯里呢 这个川岛的这个劳伯面积呢 算是大的 有一半的地方都是堆满的那个罐头 所以根本不吃劳伯 轮到他占卫兵的时候呢 这个川岛他还有时候会很高兴 就说这个小鬼 饼干给你吃 这中间呢 这个那个饼干就是中间有夹层 圆圈圈的那种那种饼干 吃起来甜甜的很好吃 他说在那么穷困的年代里呢 他16岁就被抓钻丁去了补兴队 一直到了 那个第六战区司令部保护孙年仲 在补兴队的那三年呢 没有一天吃饱过 就算是逢年过节 都是处于那种饥饿状态 所以这是他第一次 人生第一次吃到饼干 而且还是那么有名的 这个女间谍给的 而且是整个连队也只有他能够得到 因为后来就是有弟兄知道了以后 就问他说 你这样子不怕被那个川岛给毒死 李伯伯的回答也很妙 他就是说 我看川岛自己也吃 我的命难道会比他还值钱吗 所以根本没有再怕 我觉得我可能电影看太多了 因为觉得这或许也是一种 叠对叠的手段 川岛也许是看他年轻 因为刚刚老谈有提到说他才19岁 然后大家都叫他小鬼 涉事未尊 所以用这种方法去想要去拉近距离 或许有办法可以去帮助他逃脱 因为都要大难临头了 你试一下也没有什么不好 死马当活马一眼 这个也不可能 但是李伯伯他的权力应该是还没有到这种地步 至少把他锁口打开一次 那么我们现在来讲 就是说其实在牢里 李伯伯还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他觉得那个时候川岛是真的有特权 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美洲他要看三次的医生 李伯伯说川岛是真的有病还是没有病 他们其实也不知道 只是美洲的135在北京的西郊的日本医院 会派医生搭汽车过来 那也会顺便夹带一些罐头 所以川岛的牢房里面 他才能够摆满了这些罐头 至于每次日本医生要来的时候 他们就会派卫兵加强检查 那我们刚刚有讲到 这个李伯伯虽然说川岛 他不知道川岛到底得了什么病 但是我们其实如果去翻当时的报纸 可以看得到 川岛在狱中的的确确是有看医生 因为他有吸食鸦片 马飞这种 所以医生是来帮他 主要是来帮他戒除毒瘾 李伯伯讲这个故事 虽然现在听起来有点八卦 可是我个人还是挺信的 因为他还保留了1946年 也就是民国35年的布置名牌 自己虽然有点模糊 可是还是可以看得出来 上面写的 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 特二营第一连 足够证明他那个时候真的是在北平 而且川岛被捕后 多次的被遗求 其中有一度还真的就是 关在第十一战区司令部 我也问过李伯伯 听说川岛非常的会话话 很多人也冲着他的名气来说话 有没有看过川岛在遇到老房内画画呢 对于这一点 李伯伯他就很明白的说他没有看过 总之李伯伯跟川岛有过三个月的互动时间 后来就跟着孙廉仲将军到了南京 川岛番子则是继续的接受一连串的审讯 那个时候川岛每次出庭或审讯 那个时候报纸几乎都一定会报导 所以那个时候报纸也曾刊载过 他走次出庭的时候 有四千多人跑去观看 就好像现在的追星族 就是只是为了要看一下 这个金司令的这个庐山正面目 因为人太多了 连柵欄都把他给挤坏 所以逼得那个庭讯不得不停止 改日再省 而且河北高等法院 那个时候还另外布置了那个大法庭 准备由那个中央电影公司去拍摄影片 这些都是白纸黑字的 登在当时的什么大公报啊 等等的报纸上面 不是什么拜官掖史 或网络上随便这个抓来的 到了1947年10月5日 河北的高等法院就认定了金碧辉 也就是传导番子是叛国者 以那个汉奸罪 还有这个间谍罪成立 然后就将他判处死刑 那个时候呢 因为没有 我们知道不会有废死团体 所以对这样子的判决结果 这个传导就只能自利救济 他就宣称他是爱中国的 而且在抗战的时候 也曾经跟国民政府的一些中将 地下工作人员有接触抢救过一些被抓的人 而且是有名有姓 还要求去传唤他们来作证 最夸张的是川岛还在那个 还宣称说他在军事法庭上被性侵 还被骗写这个自白书 那到了最后呢 这些手段大概用尽了 所以他就知道说自己躲不过死刑 后来报纸就开始刊登 他说也就是他在狱中开始抄写 那个谭氏三百首啊等等 比如说例如这个夜来风雨声发落字多少等等 那后来也有小道消息传出来 他有两个愿望 也就是执行死刑的时候呢 不要在北平的天朝公开枪决 同时还希望说法院能够先发凡 他被没收的这个衣服 能够让他这个整装 也是穿的整整齐齐的 这个死去 美美的走 对 死去 不过应该是军装了 那当然他还有一个愿望 就是看到他 就是能够再见到他的那个宠物猴子 也就是阿福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个印象 就是美艳芳当年演过的川岛番子 电影里面的宣传海报呢 就是他穿着军装 然后这个尖头上 是有一只那个小猴子在肩膀上面 那个时候呢 报纸还刊登了一篇川岛的文章 说这个是他有生以来的第一篇 这个用的这个他的这个中国文章 他还怀念起这个 这次会用那个左爪形 那个军礼的这个小猴 老涵说的这部电影 片名就叫做川岛番子 在1990年上映 那除了梅艳芳之外 男主角也是刘德华 另外还有尔东森 谢贤 卡茨也算是很坚强 然后我这边有 其实有去搜寻一下 就是说电影在日本上映的时候 受到当地影评人非常的赞赏 那时候西日本新闻还评论说 梅艳芳是近十年来 一个真正以角色内心世界 感染到观众的东方女演员 那电影我们二补完了 回到节目上 川岛番子他有各种逃离死刑的诉求 最后是没有办法如愿的吧 那么行刑的时候 尤其媒体 毕竟他是一号人物 透过报道可以去作为 政令宣导的一个教材 最精彩的地方也就在这里 也就是到了要执行这个事情的时候 最令人意外的是 事先有邀请记者到第一监狱去观看 可是到了1948年3月25日那一天 天干亮 所有的记者都赶来了 可是却临时不准记者进去 到了 这不是炸的吗 炸锅的 到了清晨6点40分 川岛他就跪在冰冷的地上 然后监狱里面就传来一声枪响 他就倒落在地上 在监狱外面的各报的记者 一听到枪响 每个人都说完了 不是说川岛完了 而是说大家今天跑来的目的完了 拍不到枪掘的第一时间 什么都没有 对 什么都没有拍不到了 因为整个过程相当的保密 而且是选择的时间 还包括临时不准让记者进入 可是监狱又偏偏的 又犯了两名外国记者可以进去 那尸体的样子 其实都已经无法辨认 而且发型也跟传导的发型 男性的头发的发型 其实是有点不一样 所以后来记者在看议之后 才有人出来出示照片 也就是一个女士的脸上都是写 就换了一下就教材了事 现在的枪截 我们知道都是瞄准 主要是瞄准心脏 在那个年代比较特别一点 就是直接用手枪 博客枪 盘头爆头 就直接对着你的后脑 就直接开枪的 直接咬蛋 几乎是涉及后的一定是爆头 面目全灰 穿导番子这样的死法 其实照标准来 对 所以他这样子死 那个时候报纸的描述是 他的子弹是从后脑勺进入 从鼻梁出来 所以满脸的血 眼睛是一睁一闭 很难辨识 再加上亮相的女士 跟穿导又有些身材有些不同 所以反正一直在流传说 穿导番子其实并没有被枪毙 这个死者是替身 因为中国记者他们感觉自己被耍了 加上为什么只有两名外国可以进去 所以那个时候都非常的气愤 而报纸那个时候标题就直接下 金逆必非神秘之死 逆 这个我们这个逆贼 逆贼 反贼 金逆必非神秘之死 至于各报的记者所组成的 那个时候有一个叫做 北平市外勤记者联谊会 也发文给河北的高检署 还有第一监狱方面 谴责他们的这种诡异的行为 那果然没有多久 就有一名叫做刘凤甄的女子来报案 说她的姐姐叫刘凤鼎 因为在监狱里面犯有很严重的胃病 已经这个要治好 已经没有希望了 想说这个早晚都要走 所以就答应说用十根的那个金条 来当替死鬼 也准备留点资产给妈妈 也就是说刘凤鼎是一个孝女 可是妈妈最后只有得到四根 然后在追讨其他六根的时候 也失踪了 这些都清清楚楚的 蹬在那个时候的报纸上面 所以说这些事情都是有根据 有媒体报道 不是相远传说 不是 难怪会有人觉得 穿到房子没有被枪决 因为整个过程有太多 可以被人攻破的地方 太多没办法兜弄 不合理的 对 因为这个民间传言太凶了 所以逼得那时候的法务部 那个时候叫做司法行政部 这个就逼得司法行政部 发文给河北监察实属 也就是相当于河北的高等法院 要求查明这个替死的传闻 根据这个调查的公文显示 这个公文写得非常的文周周 这个就写说 汉奸犯金碧辉为国际知名之女间谍 然后什么什么前提罚警 以及多数的新闻记者 还有社会人士 无人不适 所以不敢 不会有人敢 这个礼带淘江 而且在众目睽睽之下 还用什么移花接木 这个变化 这个等等 他说执行了以后 还这个城市兼外 任人参观拍照 那公文还说 罚警执行一枪毙命 事后经检察官率同检验员 三次复验 使将 也就是才将 这个尸体移出 非常门外停犯 已被各新闻记者参观 即拍照 这个写的真的太文周周 也就是说按照官方的说法 川岛番子枪决以后呢 先经检察官三次复验 然后再把这个尸体 这个城市兼外 这个工人拍照 那所以呢 传闻 这个官方认为说 这个传闻明显为 乖为事实之虚构 假的 对对 这个官方说法 一定像都如此 所以尽管川岛的生死之谜 其实这个似乎还很多 这个我想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说法 应该大家也不会满意 可是那个时候就落幕了 为什么 因为国民政府在军事上面 已经开始很明显的失利 大家的注意力 都转到了国共内战的 这个这部分了 所以据说 到了1978年的时候呢 隐心白关那个时候 还受访 讲的说 是美国救了这个川岛番子 而且还准备把它安排 出逃到外蒙 要去做控制外蒙古的先锋 这个白关最后一次见到 他是在1947年 美国老大哥的出现 说实话 我自己觉得川岛番子 没有被枪决的说法 可信度就提高很多了 因为他要吸收 他去做间谍 这个只是一个说法之一 比较神奇的是 到了说 因为大家都觉得川岛没死 到了2006年的时候 也就是21世纪了 吉林省长春市 有一名画家叫张玉 他提供了一系列 这个宣称是川岛番子的画作 还有遗物 然后宣称说 在童年时期 一起生活过的 一个老婆婆 叫番老 这个姥姥就是 倩临悠辉里面的老番老 就是川岛番子 还教过他很典雅的日文 一直到了1978年的时候 才过世 对于这一部分 后来吉林文化出版社 还有出过专书 为什么张玉 他要提供画作 因为川岛番子 我们前面有提到说 他会画画 在狱中也一直作画 很多人都来向他要 所以根据这些遗物的比对 还有一些部分的 字极鉴别等等的 都似乎支持 这个番老 也就是川岛番子的说法 那可是呢 后来也有去验 那个已经火化的骨灰 可是又验不出 因为已经是深度火化 所以又验不出这个DNA 所以这个说法呢 也有存在一些争议 有些人其实也不太相信 另外呢 因为女画家张玉的出现 日本昭日电视台也找来科技人员来做一些考证 就是利用X观技术等等 那显示出说 那个时候的照片呢 之前的那个 身体材的那个骨架 跟1948年公开的那个 女师的那个骨架 有明显的不一致 他们都 他们是认定说 应该不是同一个人 这师傅也意味着说 川岛的确有可能是逃脱的死刑 隐性埋名在其他地方 那总之呢 我们都知道 间谍的世界水是非常的深 那如果要做民调 问川岛到底有没有死 老谈我个人 其实我也觉得 我也比较倾向于他没有死 因为当时的预政管理是非常的差 那川岛的藩子 其实之前还真的是透过了凡金 这个被放出来过一次 只是来不及逃出北京 这个那时候的叫北平 逃不出北平就被抓回去了 有了这些环境传奇的记录 川岛自然有可能 最后是靠了金条救了一命 那我们也不排除 他之前跟军统有一些牵扯 多少也救过一些人 所以后来被军统给撕下 把他给调包 那又或许 也有一些其他不同的原因 就像刚刚提到的 比如说是美国老大哥出手相救 那换句话说 川岛的确是有可能在 1948年逃过死刑 然后默默的在可能某个地方 这个过完自己的后半生 当然东北的确很适合 对因为那个地方曾经被日本致命统治过 而且他又叫方老 虽然姥姥就是老奶奶的意思 那方他又取血印 其实也是蛮有可能的 虽然只是一个站不太注脚的 OK 因为央视专题的关系 这集跟大家聊了间谍的工作 虽然是过去的间谍 不过我想一些手法 其实都还是很久远永流传 不过现在透过科技的技术 只要有网络 其实就可以切定了 在大数据时代下是没有秘密 所以所谓的间谍 其实跟过往相比 是更加的无所不在 那这一集的节目就到这一边 谈兵独舞新闻与历史的汇流处 军事是故事的主战场 只取一瓢影 喜欢的话 赶快订阅了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些建议 也欢迎留言给我们 再次谢谢老谭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